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可能引爆政权危机 我们在一个情况下 我们相信 国家的空港、航空和能力基础 可能是一个目标 海地请求联合国与美国派兵协助维安 而路透引述美国官员说法 目前还没有计划派兵协助海地 海地警方8日表示 涉嫌次亚总统某一事的嫌犯高达28人 两人是海地美籍公民 26人为哥伦比亚籍 哥伦比亚当局9日 也发表了相关人员的调查 目前已知凶贤中至少有17人 是哥伦比亚军人出身 尽管哥伦比亚官方强调 凶先不是嫌疑军人 但哥伦比亚军人退役后 到其他国家当佣兵 已是长期问题 一名被捕佣兵乌里贝的太太表示 她丈夫是被一间名为CTU的公司雇佣 生成是前往多米尼加 保护一些有权势的家庭 每月薪资2700美元 据各国媒体报道 另一名已被捕的哥伦比亚人格罗索 城市城市反恐特勤组成员 这是哥伦比亚军的精英部队 格罗索与另三名前特种部队成员 于上月初在多米尼加观光 然后入境海地 海地法官遗述涉案的海地以美国籍嫌犯说法 策划者是个外国人麦克 这两名海地以美国公民 35岁的索拉吉斯 和55岁的文森都声称 这起暗杀一次化一个月 而参与行动的哥伦比亚人 潜伏在海地已有三个月左右 文森待在海地约半年 索拉吉斯一个月前才到 刺客入侵总统摩伊斯的住处后 正是索拉吉斯用扩引起大喊 他们是美国企图署特务 不过他们强调 摩伊斯被杀时 他们两人都不在房间内 他们只是来替刺客当反议 海地当局9日并未解释 两名美国人为何会加入暗杀行动 目前幕后如实和动机仍是未知 而连总统都遭到杀害的事实 引起海地民众恐慌 不少人决定出逃 十一名山岸区贤在逃避过程中 曾床落驻海地大使馆 所以遭当局逮捕海地警方仍持续在大使馆巡逻搜索 仍是在一个中国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关于当前海地的局势 我们希望海地尽快恢复社会稳定 实现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目前各界人在猜测这起刺杀案 究竟是哪一方势力在背后操作 此外根据最新消息 海地参议院议长龙波已被指派成为领时总统 归中心 众位电报道